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长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先后访问北京后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也将访问中国 舒默发言人表示他将率领国会跨党派访问团访问中国日本和南韩 而这也是2019年以后再由美国国会议员访问中国 最早披露消息的政治网站九杯新闻报道指出 舒默访团可能在10月成型 虽然目前还不知道访团成员 不过众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希姆斯 在8月接受彭博新闻访问时表示 担心美中之间因为误判升级为战争 愿意和其他议员访问中国 帮助缓解美中在台湾及其他问题上的紧张关系 舒默是对中鹰派的议员 多次呼吁美国政府应该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 今年5月舒默宣布启动中国竞争法 以强化美国在科技安全及对台威胁等议题上 对抗中国的能力 近年对中强硬是美国国会两党共识 在抗中挺台的气氛下 访问台湾的美国国会议员人次比过去要多 反观中国即使疫情后边境重开 还是迟迟不见美国国会议员到访 欢迎两位联邦参议员第一次到台湾来访问 最近一次美国国会议员访问中国是在2019年 当时参议员昆斯和和珊 除了访问日本南韩和中国也有到台湾 这次舒默访团有没有可能也访问台湾 驻美代表处表示 议员出访计划由议员办公室对外公布 不做评论 TVBS新闻尼嘉辉 美国华府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